无级别加勇不磨损没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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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级别加勇不磨损失败了两次 无级别加勇不磨损 无级别加勇不磨损 老板用了两年的时间凑够了一套160的无级别勇不磨损 你以为它是个无级别PK号 其实它是一个五孔任务号 全身30孔只为刷任务 零食套装四层剑步 门派天机城 永不磨损的失败是主要是熔炼 我觉得主要是自己作死 当然不是老板作的 肯定是上一阵主人作的 或者上上阵主人作的 珍珠才多少钱弄失败了 真恶心 代表这位玩家向网易提出一个小小的诉求 就是让玩家有机会返回当年犯下的小错误 就是利用一个道具可以修复修理失败的装备 让修理失败两次三次的装备变成一个全新的装备 没有别的 也不增加属性 对吧 也不营养平衡 就是让那些强迫症患者心里舒服一点 有没有同样诉求诉求的 对吧 这个这个改动对梦玩西游变化又不会很大 你收费收的多一点也不要紧 就是满足这些强迫症患者 很多人就非常喜欢这件装备 但是由于他失败我就不想买 赶紧出吧 他妈赶紧出赶紧出 就是这里还没有而已 会有的 没有特技 咱们先来把瓶砍 集中火力青小怪 一刀1960拉 连击 泰山崖顶 六不六 平坎触发 泰山崖顶 泰山崖顶 还有法联法 爆磨心 平坎触发两下 再平坎 再触两下 视觉追击 再打两下 临终鸟 再打几下 老粉丝 如果看的比较久的话 我以前用过持国 临终鸟 带泰山崖顶套 有点少虚迷 这种宝宝不需要虚迷 因为加点冲突 你这种宝宝不可能加磨 不加磨虚迷就没有用 好 再把来一把 顾伤的展示 顾伤2300 想出一个设定 取消曾有名 你咋的了 你曾有名起了啥了 你又想想那个虚呆 然后曾有名又会让你 感觉到屈辱 你敢吃屎是吗 什么 抠屁股闻手 对吧 这俩名字 基本上就都不在 想改掉 如果不是名字太难听 那就估计可能是 以前是个骗子 没有人间大炮牛逼 他跟人间大炮打谁能赢 肯定是这个号能赢 人间大炮是70级无级别 加 加100 加高尚无级别混搭 片中任务 这个号是片中PK 这个号是群雄 刚才那个号虽然厉害暴力 但是未必能PK 刚才那号就是老板玩的 开心就行了 大炮是打不动这个号的 对 这号腰带衣服 鞋子防御都高 天机城还加抗性 老王 我有390人气 被抓坐倒怎么办 除了人气加100 别找人劫狱 咋出去 一个点就出来了 人间大炮哥说 马上他就是武林盟主了 游戏里的一些称谓 基本上都算是浮云 什么 什么华山建会里的 什么第一大堂 第一天机 第一盘司啥的 不过你玩的开心快乐就好了 追求不一样吗 这个号 真 真 真